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的话呢 我来教大家画叶子咯 那有很多小伙伴向我建议 让我录一个叶子的画法教程 那今天的话呢 就满足大家 来教大家画这样的叶子 那我们今天画叶子的话 肯定要准备好这些绿色系的一些油画棒 有深绿浅绿 那准备好这些 还有呢 就是画树叶的时候呢 背景的天空 我们还是会用到一些淡蓝色 我们先不多说 接下来开始第一步 来把背景刷上 我们把这个背景的话呢 今天我用这一个 什么蓝色 星空 新蓝色 好 背景我们刷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星空 新蓝色的基础上 再刷一点这样的白色 让这一块显得有层次一些 然后呢 用手指头去涂抹它 如果想要颜色更淡一些的话呢 我们继续再加点白色 然后继续用手指头去涂抹 涂抹的时候呢 竖着涂抹一遍 然后横着再涂抹一下 这样的话呢 会让这个背景显得更加均匀一些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开始画叶子了啊 画叶子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它的一个绿子找到 整个叶子我是靠右半部分 这一块 然后进行延伸 接下来我们开始涂颜色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用这一个绿 用点点啊这样的方式 给它概括出来 有的是大片的 有的是小片的 给它分散一下 不要全都是一个一个小点点 可以让它有些是一片一片的 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 您进看一下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开始用小刮刀了啊 小刮刀的话呢 我们用用这一个墨绿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稍微浅一点的绿 这个就叫绿色 找空隙的地方去叠加它 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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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刮刀 深绿浅绿交替着用 再次进行 再次进行 这时候来点偏黄的抹茶绿 让叶子层次更加丰富一点 其实我画叶子就是这样,反复叠加 一边深一边浅去画,这样子好画一些 这时候觉得浅色太多了,我们继续用点深色 然后我们来把这个边边,把枝稍微找一下 我用的是这个软一点的秀丽笔 我们来画一下看看,把刚刚那个枝找一下 画的时候轻一点,不要太声音 太声音的话整个枝就太突兀了 有些枝被叶子挡住了,所以在画的过程当中 不要一条线从头描到尾 它可以有些断开的被这些叶子挡住了 我就可以中间不用画了 比如说像这一条过来,它中间这么多叶子 肯定是看不到这个枝了,所以我们就画这些断开的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把枝找到之后,你画起来就更好上手一些 你有个方向了 就是来点深绿,来点浅绿去相互叠加 进去画叶子的时候一定要有深浅对比关系 你如果画的全是浅浅的,它没有那种对比,就没有层次 那画中叶子的时候,你看我整个是靠下半部分 这里是稍微深一点的 靠近树稍,就是边边这里是重 那这一圈相当来说有点泛黄啊,绿啊,提亮的 这样的话呢,会让这棵树叶有深浅的对比在里面啊 刚好我说到的,那这时候呢,我们稍微来点黄色 就是反复用绿色去叠加就好了 注意你的叶子的一个方向,那个枝走势是什么样子的 你的叶子,然后根据这个方向来 好,我们现在开始接吊它 好了,今天的就不定了,我们进去看一看 再见咯